我的臉還能看嗎 為什麼我每次都不知道有這麼 都是我的藍貝 我每次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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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 今天是我在Corecia 第三天了 還是在Grovnik 第一天我不是去了海灘跟沙馬 第二天跟朋友去逛了古城 今天的話就 就想要再繼續深入的探索一下這個城市 我就抱了一個三個島的一日遊 對 然後我現在就去馬頭 然後要check in 就可以開始行程了 那我要坐這個1A 1B還有33A 去老城 很奇怪的是我在Google上面 送不到這個公交路線 但坐公交車的話 這邊很舒服 也不便宜 但是好像差不多 歐洲整個歐洲都這樣公交 OK 這裡一家 然後我現在要去O Harbour 是要穿過這個古城 看到有人在拍Vlog 應該也是YouTuber之類的 其實看到挺多人拿那種大相機 然後插著麥插著麥的一定是 就是比較專業的器材 其實老實說不想自己旅行 結果莫名其妙地跟朋友出來 但是又自己旅行了好多次 不過也許就真的是習慣成自然 就慢慢地會覺得 好像也還好自己旅行的時候 其實孤獨感並不是那麼強 其實有點不方便而已 現在就上船要出海了 船上是有提供水的 遠處那個海景房 就是昨天我還有前天都去游泳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一會兒要吃午餐的船 不過現在就可以先到岸上 逛一逛這個島 我前面看到自己腿這邊這麼髒 還不知道是幹嘛 然後想了一下 我塗了防采雙馬 然後它是油性的 那是塑料袋 已經褪色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就是那個油把塑料袋的染色給溶解了 然後就到我腿上 我還以為幹啥這麼大塊瘀青呢 點的是雞肉 它還有魚可以選 這邊是我們還沒有逛到沙灘嗎 感覺這邊就人煙更稀少一點 對 前面那個島好多學生啊 好可怕 他們在打球 好吵 我剛才還在說就是 我就一個人出來玩 然後 然後就在船上吃午飯的時候 碰到另外一個中國人 他也是一個人 太巧了 這就是命運讓我們相遇 他們的水都是這樣的 在這邊生活很幸福 特別啦 就隨便 就除了有海膽的地方 你就可以隨便跳下去 你來介紹吧 這個好像是檸檬 因為我看見了化檸檬了 這個是龍味道的 這個應該是蟲子吧 我來看看這個 還有個紅的 紅的紅的 哦 sorry我帽子我戳到你 我們準備炒妹的 好 我們準備嚐一下這個當地的冰器 好 最不錯 好 價格感人 價格比不是很高 但是 但是此時此刻你就想要一個 對 oh my god 好多海鸥 它每个岛这边距离还挺近的 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岛了 那这个岛我们会留比较长的时间 大概是三个小时 然后才反车 并不会跳 不是啊 要平的 扁平一点 哇 哇 好厉害 哇哇哇哇 哎呦 那我就好好显现一下 你好厉害啊 然后要用力 不用力的话 推得好远 这个算挺吗 嗯还可以 就这样啊 来 有动吗 我没太看 要再来再来 再用点力气 哈哈哈哈 不是 今天来的太晚了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成功 因为它这边的石头真的很点平 对啊哇 不想走了就玩这个可以玩一下午 前去的几个全部都是那种石头的海滩 然后终于有一个是沙子的这边 这沙子还挺细的哈 不它也是黑黑的沙子 就是刚刚踩完那个石头 你知道有多舒服 那石头太硬了 各脚 我就说吧 它傻的 你给它搞个沙子搞点水 它就以为是沙滩 国外的螃蟹都是傻的 对 然后等它出来之后发现 怎么到处都是石头 我怎么走不动 我怎么走两步就要摔跤 我的沙子呢 我们现在想要绕这个岛一周 所以刚刚用google map搜到一条山树 有人看出了时间 所以我们就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个山的另外一边 岛的另外一边逛了 我们只能快点回去集合 要不要我跟那个人打个电话 哦有电话吗 就是跟我抱团的那个人 哦 他们刚刚走了多久 哇应该来得及吧 他应该5点钟出发吧 他应该5点钟出发吧 他应该45集合了 好好试一下 等一下 你是在拍我疯狂的跑步吗 对 可是我就是觉得 有种迷之自信 我们一定会赶得上的 此生都不会在这边奔跑 所以今天跑特别直 他们不会才突然在这个山东上奔跑了 你自己喷哭了 两层那个呗 忍不住太好笑了 我们的船就在那边 我的眉毛还在吗 差不多不在了 我们到岸边了 现在我是回到了新城 就其实看你住哪边 然后你去抱那边的船 这样可以从你比较近的地方出发 节省一点时间 像我早上就要坐公交车到老城出发 因为我的那个是在老城定的 这个船它还是蛮大的 然后它其实不止两层 对它有一层是专门给洗手间 因为你看我们在上面 下面其实还蛮空的 没有什么人在下面 而且这边的水呢 是就是无限喝的 然后午餐时间的酒是无限喝的 还有面包 拜拜啦 我们现在呢 又要回到前两天 去过的很熟悉的地方 首先呢 我们要去 前两天我已经去过了那个 那个沙滩 然后那个酒店那边 躺尸一会儿 接着我们还是会回到那个餐厅 也是昨天和前天也去过那个餐厅 吃晚餐 是不是这样的Vlog 特别的特别的无聊 每天都是去一样的景点 但是就是说明那个地方 特别特别好嘛 对吧 就特别特别的推进给大家 所以多去几次 然后可以更正式的反映出那边的状态 对 我们没有在沙滩 我们现在在一个商场里面 然后我刚刚买了 Begini 你买Begini 对 然后我去AIDAS买了 买了一个帽子 一个包 一双拖鞋 我觉得啊 克罗利亚这边的那个AIDAS 比较便宜 可是我问那个店员 他说 他觉得应该全欧洲都是一样的 不我就觉得这边比较便宜 所以我就买了三样 才627人民币 三样 是吧 这是我第三次来这个餐厅 你饿了吗 我饿了有点 因为消耗太多能量 身心俱疲 身心俱疲 下个半死 就害怕自己要游回来 那你还好你刚买个泳衣 你下次可以游回来 就在那儿了 十分钟的爆破 但我一点不喘 我老了 好了吧 你还能给你这个玩意儿换链池 你也是最 因为我朋友他想要喝 你要喝酒是吗 还是喝什么的 冰咖啡 他要喝那饮料 但他就是不确定好不好喝 然后那个小哥就跟他说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我们就给你做另外一个 然后我就突然想假装我不喜欢 让他再给我做一个 我是不是很快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会比较 注重的顾客满意度 对 很在意顾客 会不会喜欢他们的食物 如果他们问你就是 这食物好不好吃的话 你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他们 他们不想要顾客 就之后再去说一些不好的话 那就当时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诚实表达自己的感受 然后他们也可以为这个餐厅 然后为这个菜做一些改进 所以难怪他们是有景气的 而不是一个纸张贴在上面 真的咧拍一张照 居然有景气 然后我来了三次嘛 我们都是点披萨 直到因为我今天看到 好多人点pasta 我觉得好好吃 偷偷看一眼 所以我们打算 你看到了没啊 不 好好吃 我们的披萨上了 然后他知道我们要share 把我们切成两半 我们点了虾的一家米地面 但它不是那种细长的 是这种宽的 好吃吗 好吃 这个披萨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那这个面我是还蛮喜欢 虽然它口味比较重 比较偏鲜 你看有虾这么多 然后本身酱也不错 可以讲讲你那个米 昨天在Sunset Beach那边的那个面吗 牛肉块的面 然后牛肉汁很好 我就拿它蘸面包 但是呢 那个面真的好小 拿上来的时候叠的这么大 面就这么点 是有这个分量的一半 一半多了 三分之一 真的 然后我当时记得 我这么大个人 搞得像喂猫一样 然后这个才80 对吧 所以那个96 因为它是在海边 是一个非常素名的 叫日落沙滩的海边 所以就可以讲 整个都不便宜的 但是好巧不巧 就给我们找到这家实惠的餐具 我们现在到酒店这边了 这是在不同时间点 都来看过这个酒店 就早上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 然后今天是晚上 无论怎么看 它都那么美 我觉得这个酒店 如果我再来一次 可罗地亚的话 希望我那时候 对 希望我那时候就是足够的富有 然后我要住在这 就直接住这个海景房 然后大义里人的去游泳 哇 这个石头 哇 昨天我还看到人在这边看书呢 就在那个缝里面 我说 哎 那么书怎么飘下来 看看 哦 有人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接下来少而不宜了 以为我都被求逼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 并且分享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明天再见了 拜拜 哇 好冰 我看着你下去 我都感觉好刺激 哇 你游的很好 哇 你游的很好 我们上岸 哈哈 我们去游吃游 好 那我直接喊 gropo 你吃吧 啊 gro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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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收些手 咱俩 吃吧 咱俩 那你 咱俩 这些钱 就出了 咱俩 咱俩 咱俩